你不是老早就说你要改变世界吗 你就知道吹牛逼 你除了吹牛逼 你还能干点啥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下辈子吗 你每天都是那样的懒懒散散 得过且过 除了让你容颜慢慢变老 你还改变了啥 波哥问你 你到底是为什么活着的 你除了费事嫉俗 好吃懒做 唯唯诺诺 苟且的活着 你还干了啥 你还能干啥 当你定下目标要干嘛要干嘛 然后又遇到挫折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还要不要坚持坐下去 你还要不要一条路走到黑 要不要你敢不敢 很多事情 它不是你会不会 你能不能 最重要的是 你想不想 你要不要 你敢不敢 你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你只是说说而已 对吗 你在忽悠你自己 忽悠了多少年 你还要接着忽悠你自己吗 你可能会说 我不会 我不行 我做不到 那波哥告诉你 如果你不行 你就一定要 如果你一定要 你就一定行 知道吗 只有你真正的做了 你才能看得到希望 而不是你看到希望了 你才做 知道吗 因为你能想得到的 别人也想得到 而区别在哪里 区别 就是别人只想到了 而你做到了 想到 做到 才能得到 懂不懂 也许你又会说 做到 它何容易 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 你能做得到 那波哥告诉你 你还是不要做了 你就认命吧 你一辈子 都是这个鸟样 因为你 就是彻彻底底的 一个脑种 对 脑种 知道吗 也许你又会说 我很年轻 我慢慢来 波哥问你 什么叫年轻 年轻 它不仅仅是你的荷尔蒙 而是让你玩命的奋斗 玩命的工作 玩命 知道吗 波哥问你 什么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难道是跟你的小情人吗 No 是跟你的事业 波哥告诉你 没有钱 你还有什么资格 谈你所谓的爱情 有爱情就不用吃饭吗 有爱情就不用交房租吗 波哥告诉你 没有钱 你们的爱情 就是一个屁 一抛屎 到你不行的时候 你就会跟你身边的loser相比 你会说 别人没怎么奋斗 好像过得还不错 波哥问你 你为什么变得普通 因为你太合群了 你没有一点主见 主见 知道吗 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通常都处于什么角色 你总觉得那些比你厉害的人 都在装逼 而你却又看不起 那些和你一样的loser 对不对 难道人家都应该混得比你还唱 你才高兴 你才觉得安慰 各位成天沉迷于某游戏 或者沉迷于某连续记的人们 波哥告诉你 你要好好地问问你自己 你今天除了三顿饭 一泡屎之外 你还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你还跟我说有多爱你的家人 你要是身体不好 又赚不到钱 这就是对你的家人最大的欺骗 尤其是作为一个男人 你可以爱家 但你绝不可以恋家 你不能成天地躲在家里 你得出去闯 出去补力 否则你永远地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就是一个娘炮 娘炮 懂吗 人活着 最怕的不是你没有钱 而是你没有斗志 没有钱可以再赚 而如果你一旦没有了斗志 你这一生就完了 你将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你是不是就在等死 神明的意义就在一折腾 不停地折腾 折腾成功了 你就是一个神话 折腾失败了 你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如果你不死心地折腾 你他妈怎么说 都是一堆屁话 有时候如果你累了 你能说吗 你说给谁听呢 你跟别人说累 你想得到什么 安慰 鼓励 你还要抱在怀里哄一哄吗 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吗 你要投入 专注 坚持不懈 直到成功 你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你要找寻你活着的意义 你要确定你人生的方向 你要多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要干嘛 这样你才好意思活着 改变世界 总盔饼 总盔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